今天就很短 很简单地跟进一下两宗的斩人案 首先就是有关 鑽石山河里绘港场的 双重谋杀案被告提堂的事 上一次提堂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说过 裁判官是杀取两份精神科报告的 为什么会是两份 而不是一份呢 尝试讲一下 因为 只有两个情况 是会杀取两份的 要不就是在判刑的时候 法官准备判他入院令 如果判他入院令的话 首先要杀取两份精神科报告 另一个情况就是判断一下 究竟他适不适合答辩 如果适不适合答辩 通常在提堂的时候 就会杀取两份精神科报告 这次就是 在第一次的时候 就已经杀取两份精神科报告 看看专家认为 现在这个情况 他适不适合答辩 所以现在当然他不需要答辩 提堂的时候一定是不需要答辩的 他只是需要明白控罪 还是不明白控罪 但是 究竟他适不适合答辩呢 似乎现在精神科的 专家报告 认为他在现阶段 适合答辩 劳心 现阶段适合答辩 跟他当时行兇的时候 他的精神状态是两回事的 起码是两个时段的 适合答辩是说 在现在这一刻 他的精神状态 可不可以答辩 而他当时是不是受精神病影响而行兇呢 就是说当时行兇的那一刻 他的精神状态 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这两件事 虽然都是精神病 是两件事来的 究竟到时 他会不会答辩 或者会不会真的开审呢 就视乎 现在精神科报告说 是适合答辩的吗 适合答辩 所以来看看辩方 辩方究竟 同不同意 如果辩方 都同意 说他适合答辩 说他适合答辩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 直接上庭去审计他 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就是 辩方认为 其实他不适合答辩 你不要审计他 你直接可以判他入院令 不要想他有没有谋杀 这个情况很大可能会发生的 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 就会开庭审 审什么呢 首先审计一下 究竟是否适合答辩 这个情况由于这么早 这么早已经有争议 那些陪审团 就会是另一批陪审团 就是会由另一批陪审团 去审一下他究竟 他适不适合答辩 如果适合的话 那就先再决定 由另一批陪审团 就是再排期 由另一批陪审团 再审去 有没有谋杀 又或者会出现另一个可能性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会同一批陪审团 会适合两件事 即是既判断 他究竟是否适合答辩 然后如果适合的话 再判断他是不是谋杀 那就要看一个时间性 就是两件事差得近不近 即是如果好像现在这样 这么早已经有一个争议的话 就很大可能会由两批陪审团负责 所以现在我们这一刻 还未知道 究竟他真的会不会审去谋杀 即是如果所有人都认为 他是不适合答辩的 那就不会审了 但现在专家说他适合 那就看看 究竟辩方赞不赞成 如果辩方不赞成的话 就会看看他究竟是否适合答辩 所以所有东西都未知之数 就看看10月9日 再提堂的时候 情况会如何 另一宗就是昨天发生的 麦当劳的斩人案 在西环山岛 麦当劳 38岁姓王经理 因为不满意下属的工作表现 就有个 争执 争执之后 那个下属竟然出去找两把鹅肉刀 回来斩他 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仍然是危态的 开始的时候你看这段影片 他似乎走得动 好像没什么 但现在是昏迷了危态的 会告他什么呢 未真正落案 现在抓就抓去严重伤人 其实就是伤人17 真正落案会告什么呢 有几个可能性 至少有三个 最不想发生的就是 告他谋杀 即是说如果现在的伤者 到时真的死了的话 那就立刻会变成谋杀 不用想的 这个一定是变成谋杀 差不多也不用想的 一定是罪成的 除非又是说他是精神病 如果真的不是精神病 会不会是误杀 用激怒呢 这个情况如果不是精神病的话 十居其九都说是激怒引致 到时就看陪审员觉得 这样的情况 他即时出去拿刀来再斩的时候 究竟支持那个争执 是否真的会导致他 即时激怒致不能自控呢 这个就由陪审员去判断 当然不希望发生这个事 希望就是 最后 伤者在大埔纜过 他没有死亡 都有两个可能性 如果伤者在大埔纜过 没有死亡的话 有可能告他伤人17 正如现在落案 但也有可能告他企图谋杀 伤人17 和企图谋杀 是一线之差的 你要知道 原本谋杀罪 意图就是严重伤害身体 或者 意图令他死亡 而最后他真的是死亡 他的行为令他死亡 如果令他身体严重伤害的话 那就告他伤人17 如果意图令他死亡的话 那就企图谋杀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 意思就是这个 将原本的 真是谋杀罪 由于他没有死 就令到他心态元素 一分为二 变成了伤人17 或者企图谋杀 就要视乎 律政司 认为其实 他 行空揮刀的时候 他是真的想令到他死亡 还是想他严重受伤 这个我之前说过的 其实我们很难知道 意图是哪样的 究竟是严重受伤 还是死亡 但是从他落刀 可能会略知一疑 我之前有说过 你一拳打他 如果拳拳打他的头 是可以说 企图谋杀的 如果拳拳打他的胸口 就未必是企图谋杀 又或者 你斩他 下下斩他的手脚 是严重伤害身体 但是下下斩他的颈 就会站到谋杀 所以现在他 初步看 我不是知道很深 初步看似乎 颈、脑、后脑 都有受伤 而且颈有10串和8串 10cm和8cm的刀痕 在颈后面 下落刀 下落得这么狠毒的话 其实是可以认为 其实他是想 拿他的命 只是 幸好没有拿到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告他企图谋杀 即是一线之差 但是两者分别又不算很大 因为两者最高的量刑 都是 终身监禁 但是 也不是那么容易 去到终身监禁 但是两者相比 企图谋杀容易 判一个企图谋杀的人 终身监禁 的案例 比判企图谋杀的人 终身监禁 虽然两者的 最高量刑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这一刻 我不知道 司法当局最后会 告他哪条罪 我很希望 很希望 企图谋杀 或者企图谋杀 企图谋杀 好了 就不要变成了谋杀 两件都是很不开心的事 再有新的进展 我再和大家分享 跟进 嗯 嗯 嗯